大家好 我是阿丽莎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传统川菜 肉瓣鱼 这条鱼是Wallline 中文叫碧骨鱼 是我们路亚的时候钓上来的 收拾完以后还有42公分长 一斤多重 先把配料处理一下 配料就是葱姜蒜 比较简单 葱和姜拉成细粒 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小葱切成葱花 两大勺皮线豆瓣酱 这是最主要的配料 用刀剁细 越细越好 很多川菜都离不开皮线豆瓣酱 它的辣度不高 但很香 而且炒过以后颜色特别红亮 成菜漂亮 鱼收拾好以后 用厨房纸仔细的擦干水分 然后用刀在鱼身上滑几刀 浅浅的滑一下就行了 不要太深了 太深的话煎鱼的时候容易破 每一面撒一点点盐 用手轻轻的涂抹均匀 撒盐的目的第一是给鱼上个底味儿 第二是煎鱼的时候皮不容易破 现在我们就开始煎鱼 小窍门 生姜在铁锅上涂抹 反复涂抹几次以后 煎鱼的时候皮不容易破 油需要多一点 我用了两汤勺油 待会儿多余的油再咬出来不用 油温六成热到七成热的时候 把鱼轻轻的放进去 不要翻动 用汤勺把油淋在鱼头鱼尾上 小心的给鱼翻一次身 这条鱼稍微有点大 翻起来比较困难 但我还是做到了 让鱼好好地躺着了 继续用汤勺给鱼身上 特别是鱼头鱼尾淋一点热油 家庭做鱼都有这个问题 锅不够大 我又不想把鱼结成两段 所以就只有麻烦一点 鱼头鱼尾兼顾着来 煎鱼的过程始终是大火 煎到六七成熟 就把锅里的油打起来一半 把鱼刨在一边 我们准备给配料炒一炒 现在把火头开成小火 因为要炒豆瓣酱容易糊底 必须是小火 姜蒜都放下锅 豆瓣酱也倒进去 葱只下一半 留一半最后用 不停地翻炒 鱼放在边上就好 有的人做鱼是要把鱼拿起来 我觉得很麻烦 又容易弄破 干脆就放在锅边 没什么影响 这样一锅到底挺方便的 豆瓣酱炒得非常红亮 香味也出来了 放大半勺酱油 然后在锅里加入三汤勺的清水 当然有高汤更好 现在把旁边的鱼刨进汤里去 用汤勺把红油汤不停地淋在鱼身上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不用再给鱼翻身了 翻起来很容易把鱼弄断 现在把火头开成大火 把汤汁收干一点 加水烧鱼的过程大概就是不到五分钟 鱼就会完全熟透 把鱼头进进汤里 特别的煮一下 让它能够熟透 同样处理鱼尾 现在用盘子把鱼装起来 小心一点 要像这样顺势装进来 再加半勺香醋提鲜真香 准备小半碗水豆粉 两勺豆粉40毫升水勾兑而成 搅匀了以后分三次倒入锅中 倒一次用锅铲搅一下汤 再倒一次再搅一下汤 不要一次倒下去 汤完全开了以后 关火把切好的葱花倒进锅里 现在把勾芡好的汤汁 倒进刚才铲起来的鱼身上 喜欢我的视频就请订阅我 每周都有两到三次更新 谢谢大家支持 这样就算大功告成了 豆瓣鱼颜色红亮 味浓而鲜 而且这个方法适合喷调很多种鱼 常见的炒鱼、鲤鱼、鸡鱼、鲈鱼都可以用豆瓣鱼来做 谢谢大家观赏 我们下集再见